《Standard Triple System》 我們今天就開始介紹一下 怎麼樣去真正去construct Standard Triple System 我再把這個定理再寫一遍 這個定理歸功 因為它已經出現在論文裡面 所以它們可以引用得到 因此就有這個定理 這個定理非常早 在1847年就有了 它的敘述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一個 這個地方有的人當然喜歡寫A 有的人喜歡寫An 如果你是寫A的話 大概就是代表你是用唸的 Asteiner Triple System 後面那個字起因是S 如果你是唸成STSV的話 那這邊就是N 因為S這個因起頭是母因 所以either way都ok 所以這是一個Standard Triple System 它存在的重要條件就是這一個 它的必要條件 我們上次已經講過了 那這個部分是比較容易check的 因為你的一旦存在的話 你的總點數一定是奇數點 因為你一個點要去跟偶數個點連的話 才能夠一次用掉兩個邊 因為你要分成都是三角形 我們上次有解釋過 你分成三角形的話 那就是兩個兩個這樣子 或者分成集合也是一個配兩個 一個配兩個 那這一個固定的某一個 一定要跟其他的都配過 所以你可以去想像它是這樣子 那它一次就是要配兩個 那另外一個就是 因為你要多弄成是三角形 表示它的pairs都是成三個 三個一組出現的 所以你的總共的pairs個數 也就是v取二就是要是三的倍數 那所以這裡面 第一個是這件事情 就是你的v扣掉1以後 要能夠分成兩個兩個一組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3 是v取二 我想這兩件事情告訴我們說 這個v就一定會是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方向就是說 那給定任意的v 我們是不是就能夠造出 適當的standard triple system 那這個方向在組合設計裡面 主要就是研究這一部分 就是說它存在的必要條件有了 那到底是不是真正滿足這個 所謂必要條件的這些order 你都能夠造得出來 那它總共目前來講 有幾種被認為比較好的建構方法 其中第一種就叫做 Direct Construction 或者我們稱它是第一種方法 那我們接著會介紹第二種跟第三種方法 這個方法在還沒有把它寫成 一般比較正式的狀況下 我先舉一個例子讓你參考一下 說我們有這樣的例子 然後你可以把它比較一下 那真正寫下來的時候 你就不會太難寫 我就用一個比較容易理解的例子 先來說明說 如果我想要造v等於19 那我有什麼方法可以直接把它造出來 首先你先去造一個拉丁square 這個拉丁square它比較特殊一點就是說 它是 它的對角的部分剛好會是都不一樣的 這個稱為叫做拉丁square with two by two holes 因為這個部分其實就是一個拉丁subsquare 這個地方也是一個subsquare 這個也是一個subsquare 而且都是220 如果說我們用另外一個方法來看的話 第一個這個洞它是用0跟1 也就是說01在第一列跟第二列 第一行跟第二行 除了角落這裡 其他就沒有0跟1 這裡23也一樣 這裡也是一樣 這樣聽懂嗎 這種拉丁square當然我們可以用兩個拉丁square 去相成把它造出來 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就是用一個330跟一個220的 就可以把它造出來 那有了這個結果以後 現在你就把它畫三個copy 然後這copy上面分別是六個點 然後再加一個點叫做無窮大 那這個點怎麼樣去給它名字呢 它等於是三層對不對 所以它的這個點的名稱 就先用三層 然後乘上Z6 所以第一個位置 這個全部都是0 第二個位置就是1 那第三個位置就是2 我想你先知道大概它可以這樣子看 就是當你有19個點的時候 你可以想像19個點是 Congruent 1 mod 6 你就選一個點在外面的話 其他就是6的倍數 那是6的倍數它因為是19的關係 所以這六個點有三層 你就等於6的倍數就是3乘上什麼 OK 就是說首先你需要把你所要的點 用這種表示法把它表示出來 那這個意思是19 那它就是6倍的某數 這個19也可以想成是6k加1這樣子 那你就等於這一個 你又可以把它寫成1加3乘以2k 所以這個地方 就是一個偶數的數在這裡 那你的k可以變得越來越大沒有關係 比如講k等於300 那你就會得到2乘以這個就會是 600乘以3就是1800 再加1就是1801 所以它的k是可以變動的 那這個例子也是要告訴你 你的general的狀況其實就是把這個k改變 這樣可以嗎 所以現在這個例子是k等於3的特殊的狀況 那我們現在想辦法要來造一個standard triple system 這個造法實際上只有在過去2、30年才被造出來的 也是目前所知道裡面算是比較簡單的一個construction 就是沒有用到太多的定理 然後直接可以做這樣子 它的想法就是這樣 首先你把這種在後裡面的把它分開來 然後你就用這個區域的就是這個點跟這些點就形成了 因為你這個是3個 那這是2個、2個、2個 再加這一個就7個 所以你就用這7個點去造一個sts7 這個是我們已經知道7個點是可以分成都是三角形 接著第二個動作就是再把第二組的人合在一起 也弄出一個sts7 然後再把第三組的也做出來 也是一個sts7 所以目前你就得到3個sts7 就是你把你的點總共有19個點 然後你就拿出一個固定的點 來跟其他的這18個點 然後把那18個點就給它分成3塊 那示意圖就是這樣子 總共就這樣子 那這邊有一點 然後你就把它分成這一塊 這一塊 那這個時候你已經造了不少的三角形出來了 對不對 這邊有7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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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涵蓋了什麼呢 涵蓋了pairs就是認兩個點 1的在這裡 or在這裡 or在這裡 這種pairs都已經被蓋住了對不對 所以就差哪裡呢 如果它的pair一個在這裡 一個在這裡 你就要找一個東西 找一個三角形把它蓋住 好 現在我們就是這樣子 我們接下來的pairs就只能夠用這種三角形來蓋它 或者用這種三個點來蓋它 為什麼 因為如果這個點在這裡的話 它已經被一個東西這樣蓋出了 它不能夠那樣蓋對不對 如果它含這一個的話 那這兩個已經有一個 這兩個也有一個 這兩個也有一個 那就被重複了 所以剩下的這些triples都要來自三個不同的區域 想辦法把它們蓋住說到底這兩個 如果它來自不同組的話 它可能會是什麼樣子 好 就現在這樣子的看過去呢 你可能沒有辦法立刻看出來 但是你可以想像呢 這個是1 這一個呢 我沒有寫下來 這個是 這是1 3對不對 這個是3 那你可以呢 從那個拉丁square上面呢 找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這個如果是3的話 這個是從第一層這樣看過下來 那我就在這個地方 第一個去找到一個 看到底它跟誰會得到這個3 這個3在這裡 這一個是1 1的位置 好 因為0 1 2到這邊 那1跟誰的運算會等於3 這是4 所以你知道1 4會得到3 那你就怎麼辦呢 你就在這上頭找一個點 因為這一個點它其實是對應到0 4 你就把這三個連起來 你就把這三個連起來 就用這三個點就可以形成一個 triple 或者一個三角形 這樣可以嗎 所以因為我們需要去找的是來自三個不同的快速 那你要怎麼樣去找比較有系統呢 那我們的找法就是這樣 從第一層裡面選兩個 在不同組裡面的 然後看它在第二層會在哪裡 然後也同樣的從第二層找兩個 然後看第三層到底在哪裡 然後等到第三層的時候再回到第一層 所以現在我們就可以找出不少的squares by using這一個這一個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好 現在如果是這一個 它因為它不同組嘛 那你當然可以這兩個 這一個跟這一個 這一個跟這一個 這個跟這個 這個跟這個 那這樣子就有四個選擇對不對 所以我把它寫下來 那我就用這一個做例子 所以你的01呢 需要看看它跟02 到底要配哪一個 01跟02要配哪一個的時候 你就看1跟2會是誰 那就是配15 這樣可以嗎 就是說如果後面這兩個的運算的結果 在這個square裡面得到是5的話 那我就 這邊是00 這裡就是1 我再舉個例子 01、03 01、03就是1跟3 這是4 所以這是14 01還要跟04也要配在一起 那01、04 01、04配在一起的結果 就會得到13 這是14 這是3 0、05 那15要配出來的就是2 那你就從這樣子 一個一個這樣對 就會發現 這一個它將會對出四個 然後這一個也會對出四個 所以你就每一個pairs都這樣對 然后再来等一下你这一个也要更搭配 这个也要更搭配 这些配出来的结果呢 刚好落在这一块 这样看出来了吗 譬如讲我再举个例子 假设你的02配04 02跟04 希望你能够看出来它这样子的规则性 它就会出现在24对到了0 就是说从00的这个两个后面 两位两个的运算得到什么 就摆在这里 这个作为这个是1 那你用同样的方法 可以把这里的0改成是1以后 这个就变成2 然后把这个两个都是2的时候 这个就变成是0 就这样一直往下shift再绕回去 这样子 这个是一个 Iden-Porten的Lotting Square 012乘上011的那一个 但是如果它是K是偶数的话 就没有刚好 因为我们不但要求这个Square 它是有后而且要对称 对它要对称 为什么它需要对称 因为你的这两个换过来的时候 也要同一个 0201你要是一样 不能够说1跟2运算是5 2跟1运算不是5 就糟糕了 所以这个Square 它要是 Notting Square of all the 6 with 2 by 2 holes 那这一个要是Symmetric 或者是Community 这样可以吗 如果你现在差不多已经有这样概念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Check一下说 到底是不是所有任意取两个点 你都一定会落在某一个Triple里面 或者是某一个三角形里面 那这边当然是分成三组了 任两点是在同一组里面的 这不用说了 或者是任一点跟无穷大的 一定都有配到 对不对 现在主要就是来自不同的两组 那不同的两组 看看他们是属于哪一层跟哪一层 譬如讲这个两组是来自这两个 那你选择了就是两个对一个 那一定有另外一个可以去运算得到它 那这个性质就来自拉丁方正 那当然你会觉得这看起来蛮复杂的 好像写蛮多事情 但是它算起来已经是 算是比较简单 因为它直接的就可以说出来 只要是长相像这种样子的 你都可以按照这一套方法去做 好 那你大概会觉得说 那这一套方法为什么被称为简单呢 因为当你V等于21的时候 这个21就把这个无穷大改成三个就好了 它就先把三个摆在外面 然后其他的部分一样分成三组 然后用这三个来跟它形成一个sts9 21是3加18 所以用3跟6组成9 9我们知道可以吗 那你只要把这一个triple把它固定起来 这个只用一次 那其他的就继续用 每一个都是有这一个triple 那其他的都跟它一样 然后中间的部分相同 那你就会得到你所要的答案 好 那我们现在做一个简单的事情就是 我们来算一下到底这样得到了 那个triple的个数对不对 你一个就是要check 这两个会出现 都会出现 另外一个就是要check 你总共的triple会不会出现太多了 因为你太多的话 可能就有重复出现的事情 那你就希望它不要重复出现 那你现在到底能够造出多少个 当你是19的时候 照我们原来的希望 那它就是19乘以18除以6 它会等于57 这根据我们v起2除以3 那就会是这一个 就是一算就知道57 好 那我们刚刚的做法里面 总共造了几个呢 第一种情形 我们造了7乘以3 因为我们不是这样一组 一组 那每一组都有7个 所以你就是7乘以3 第二种形态 我们是利用这个square的方法 从第一层到第二层 你总共做了12个 这个12345678910 11 12 就刚好是这样子对过来 就是这些 你从这两个来看 这两个这样对过来 每一个就会对4个 到了这个的时候又有4个 所以总共有12个 这12个就要乘以3 因为你的这两个对到这里 这两个对到这里 这两个对到这里 所以看起来 我们总共造了triple 是57个 57个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它总共能够cover的pairs 就是19取2 因为每一个乘以3个 所以它就是能够cover这么多 所以如果你能够证明 任两个都会出现 再加上你总共找到这么多triples 那就是能够证明 任两个都出现唯一的一次 恰好一次 因为如果出现两次的话 有任何一个出现两次就超出了 然后如果v等于21的话 我们第一种会有多少个 第一种就会有 1加11乘以3 因为你把这三个点 不是固定一个了吗 那我们知道 9个点的standard triple system 它是有12个blocks 那你等于是固定了一个 那其他的呢 都要加11个进去 才能够形成 那第二种的呢 结果是一样 也是12乘以3 那这个加起来是33 34 36 这有70个 那你当然可以算一下 21乘以20除以6 70 所以等于是说这一套方法 你只要能够相信 说你用一个这种square 可以用一个点加进去 或者三个点加进去 那你就可以证明 所有的v concurrent 1 or 3 都可以做出来 到目前是清楚吧 那我们现在来把它的一般的 一般的做法把它写下来 首先你就是令X等于 假如这个X是等于6K加1的话 你就令这样子 我就直接把它加注在下面 就是如果它是6K加1 那我们就用一个无穷大 来连集这个集合 那如果它是6K加3 我们就用三个元素 连集这个集合 那我们把这样子的2x2 host的type 一般写成2的K次方 那这个的type就是2的三次方 因为这边刚刚有三个洞 那如果是2K的话 那就有K个洞 一直往下这样子 所以如果是880 就是0110 2332 4554 再来就是6776 一直往下堆叠这样子 这种Lating square会存在 对于K大1等于3都会存在 这种Lating square它要对称 同时有这样的hole 那这个存在 因为这个结果是我们做的 就是证明呢 K式基数或偶数 这种Lating square都存在 可以吗 那一旦这个存在的话呢 接着下来你就是要把它分成 两种type的blocks 把它定义出来 就是刚才解释的这个 第一种type就是用这个点去连集这些 第二种type就是用彼此之间的去做 那这个时候呢 你大概可以从这个地方 要看出来说到底你的 那一个区域是什么 那这个时候的这个 这一个呢 就要做一些说明 就是你怎么样子把它分成两组 两组这样子 那就这个Z2K来讲的话 也就是这里的后面的这个部分 那也就是01要一组 然后23一组甜点点 这样子 那这个B1的状况呢 就是 它首先你分成的这些小组呢 其实就是刚刚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和这个 这样可以吗 所以我就用其中一个 我们把它写得比较一般的话 我们把它写得比较一般的话 就是你的Ei那个到底是谁 基本上你就是把你的这个 这个元素呢 把它partition成为每一个都是 就是以这个 我们是用白色的为例子 所以这里是这样 如果是黄色的话 就是无穷大1 无穷大2 这样OK吗 那这个点怎么样子去描述它呢 当它是属于第一个block的时候 就是这是第一个block的时候 用的是00 01 第二个block的时候是23 所以当你第一个block的时候 是i等于1 所以这个是0 那这个是1 当它i等于2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2 那这就是3 这样可以吗 这是表示法 你可能写一下 因为作业里面你可以把这个放进去 如果你不喜欢这种表示法 你可以自己找一个表示法 那这个写下来呢 看起来像这样子 其实它会等于无穷大 那这个是z3乘上2i-2 你写简洁一点就是像这种样子 它一样的前面是012 用z3乘上2个元素这样子 那如果是另外一种形态就是用3个 我刚才讲过了 所以你的b1呢 每一个都可以写成这样子所定义出来的一个standard triple system order 7 那如果是用黄色的话 那就是这三个 那这边改成9 那就可以了 这是b1的部分 b2的部分为了这个容易理解 我擦掉另外一边 这个是standard triple system的造法 但是有很多其他的design 它的造法其实长相都这样 如果你直接想要造它的话 你就会分成几种部分 那这个部分用一种structure 另外一个部分用另外一个structure 那define这个大v是大v1大v2 那大v1是这样子 这边其实可以把它加个where 那v1是这样子 然后n v2这样子 那b2呢 那b2呢 又可以分成b21连击b22连击b23 那我们一样的写法就是 那b2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没有办法再把它分成什么standard triple system 或者7或者9 我们要直接把它的blocks写下来 直接把它写下来 那如果它是第一个 我想我就写一个就好了 好不好写第一个就好了 这样子就不必再多一个index在那里 所以我把这个改成是1 那当然你就可以 底下可以 22还有23 我们就写这个就好了 就是v21到底怎么写下来 那v21基本上它的元素呢 来自第一层的两个 就是你选两个 两个number 这两个number呢 一个假设叫做i 另外一个叫做j 就是一个i一个j 就是上面选两个 但是这两个呢 不可以落在同一组里面 一定要在不同组里面 这样可以吗 所以也就是说你让ij两个呢 其实如果有一个大一个小的话 那就是这两个相减呢 就不可以刚好是在隔壁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基本上要让这个ij呢 在不同的hole里面 所以等一下我再写下来 那第三个这个位置呢 就是1的lij 就是刚刚你已经看过了 如果是00的话 就选在1 那如果这里是另外一个的话 2的话那就是11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选在2 这个11就是2 然后22的话 这就是0 那OK吗 循环 11li就是1 这个位置是指 它是在这一层里面的一个元素 然后lij就是 这个不是拉丁square 是l吗 那它ij到底填了什么元素 比如讲你第一个是01 然后另外一个是01 这里 然后有个02 那第三个元素我要填1 那看看1跟2对到哪里 1跟2是5 所以这是5 那这不就是等于l12的这个位置吗 就这样子 所以就是填那个数字进去 lij 那你要把所有的ij 在distinct holes里面的ij把它选出来 2 by 2 holes的意思就是 这一个是一个hole 这一个是另外一个hole 点点点这样子 就是它是这样子一个 这样子一个 然后就一直不断的下去 所以这些hole里面所用的元素都会是不一样 所以这些hole里面所用的元素都会是不一样 一直到2k-2 如果你有k个hole的话 那就一直两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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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所以它们在不同的holes 你就需要把它拿出来算一下 然后这两个合成这一个 这样子 那这个如果是1 1 那这就是2 那就是 这个就是v的22 那v的23就是220 这样OK吗 我们一样做刚才 刚才的动作就是 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check 可能两点都会出现在某一个triple里面 然后再来算一下它的总数 triple是总数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来算一下总数 这个总数算起来有点稍微复杂一点点 但是还好没有那么 我们来看看这个v总共有几个blocks 那这个当然是等于v1加v2 那这等于k倍的7 因为你有k个嘛 那这不是k个嘛 所以你把k个每一个都有7个 那就这样子 那v2呢 v2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讲过 就是要那个在除了对角线之外 的每一个位置都要算一下 那这个对角线的两个两个这样子之外 到底总共有多少个位置呢 那就是你要的有三个 因为这v2不是分成三组吗 三个 那每一个多少个呢 那就决定于你能够找到多少个ij 那它能够找到多少个ij 就是从拉丁square可以看出来 因为你总共的 总共的entries 一个拉丁square 2k by 2k的话 总共有这么多个 我就直接把它写成4k平方 总共是2k乘2k 剪掉你的对角线的部分是 有k组啊 有k一个洞嘛 那每一个洞有4个 所以剪掉4k的 然后你又只用上半部对称了嘛 因为ij i跟jj跟i要一样啊 要对称 所以你总共只用了一半 4k是把你中间的这个不能用啊 中间的已经被拿去做sts7去了 所以当你的ij的时候 ij在不同的后 那就表示它不含那个角落的地方 所以你就要剪掉4k 然后只有用一半就这么多 然后就是这样 就是三个 所以你把它通分一下就是2分之 然后这是14k加上12k平方 减掉12k等于2分之 所以你就可以算出来总共的 你总共所找到的triples的个数是6k平方加k 然后6k平方加k 这一个量 你要去看看6k加1 乘以6k除以6 是不是等于这一个这样子 因为刚刚不是算过嘛 如果你order是v的话 那就是v乘以v减1除以6 那order是6k加1 这6k除以6 刚好就是这个 所以你这两点按照我们刚刚的解释都出现 同时总共的blocks的个数也刚好对 那我们就完成了这个construction 到这里都OK 如果OK的话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修饰一下 就可以得到 一样的是 如果是加3的话 那你就是把这个的计算做一点点修改 就是这个部分 v2的部分是基本上是一样 v2没有什么改变 但是v1的部分 你就需要做一点改变 1加 就是我们刚刚是直接乘以7 那它是一个固定 然后11倍乘上k 只是属于v1的部分 就是那个一个是固定 然后加上11倍的k 因为它每一个都是12个 一个倍固定了 所以只能够增加11个 然后再加上那边的同样是3倍的 那我们来看一看6k加3 6k加2除以6 这是我们原来希望 如果你是6k加3-1除以6 那这个经过计算以后 刚好也会对 你同意吗 因为中间是18k 这是12k 所以30k 30k除以6就是5k 这是3乘以2 6除以6 那这一套construction就这样子 就是它direct construction 就直接建构法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建构法 但是用nothing square with whole 的建构法 显然是可以直接一节课就可以介绍完 这个paper早期都是要读很久的 第二种建构方法 第一种称为direct construction 就是直接建构 第二个也算是直接建构 不过它称为叫做secret construction 循环建构的概念在组合设计里面 可能还没有这么popular 或者被用到什么地方 但是如果你把循环建构的概念 用到编码理论 来造所谓的secret codes的话 那就很重要了 目前漂亮的编码理论的codes 都是secret 也就是循环码 因为循环码它就储存的角度来看 你一个code在那边 你一定要储存起来 如果你是循环的话 那它储存的量就变少了 因为你只要把base的存起来就好了 就好像向量空间 你只要存基底 那你就能够知道 这个向量空间像什么样子 因为你基底一旦有了 你所有的向量都可以写成它的线性组合 就好像如果你去考虑R2 那R2你要把全部的向量都写下来 比较复杂的话 你就可以写成这样 这个比较像分析了 你的R2 其实可以用01跟110来generate它 还记得吗 你只要这两个线性独立 都可以generate出所有的R2 就用线性组合 但是你的系数可以选用时数去乘 这样OK吗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secret construction的概念是什么 那secret construction呢 第一个已经知道的就是这个 就是你如果去看STS7 就是七个点的话 你其实只要找到这一个 对不起 这个是集合号 你只要找到一个集合是013 那你就可以得到124 235 34 6 然后45 0 就把七个集合就全部可以写下来 这样可以吗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这一个我们也写过 034 加i 还有279 加i 然后i属于z9 那这种形态 这种方法的construction 就叫做cyclic construction 因为写在上头的这个呢 都有循环的作用 也就是说 如果你用怠速的角度来看的话 它的automovision group 就是全部的大cycle 就是cycle order跟这个一样 对不起 这是13 就是跟这个order一样 137 那你如果要储存这一个standard triple system 显然你是要存这一个 这一个要存这两个 那多简单 如果你的15的话 我想也可能有人来记得 034 028 那后面呢 是不是认给一个order 只要是concruent to 1 or 3 mod 6 你都可以这样做 如果你可以的话 那就叫做cyclic method 我们今天大概没有时间 先把全部的写完 先举一两个例子 来看看 它的样子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边呢 就是先大概描述一下说 我们可能会用到什么样子的idea 来建构我们所谓的 这种cyclic的形状 这些画底线的这些呢 一般我们就称为叫做base blocks 然后呢 它们之间所制造出来的差呢 3 1 这是4 这些呢 就称为difference 就是到底元素元素之间 它的difference会是什么样 所以首先你可以同意的是 如果我们考虑zv的话 那有的人把这个称为就是half difference 那没有关系 我们就沿用difference就好了 也有人叫做cyclic difference ok 首先你知道如果你有v个点 那它所可能制造出来的difference呢 就是1 2 一直到2分之v 那我想我最后举一个例子 就是让你们来观察一下说 我们怎么样子把所谓的difference 全部把它用完 就是因为你想办法 就是因为你想办法要把所有difference 要用完嘛 那假设你的v等于31 假设你有总共31个点 那你的difference 那你的difference 就会等于到15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里面 这些difference 如果你能够形成所谓的 你要用的东西 它会形成一个三角形的话 它会有什么特性 为什么这个可以形成一个 你所谓的三角形的形状 而且可以一直不断的旋转 那是因为这一个 这一个即将要用到的difference 是1 3 4 而这一个即将要用到的difference 是2 5 这个7就等于6 所以也就是说 你选择出来的这种集合 要刚好把那些difference 要全部用完 你全部用完的话 最后你要证明的时候 当然就可以怎么做呢 你就是difference 是1的边 是不是全部都用到 difference 2的边 有没有全部用到 如果你能够这样写 才能够说difference 1 你只要说 你要看看7 8 有没有在里头 一定在这种集合里面 因为7 这个加4以后 就会得到7 8 还有某个数 那你想要知道的是说 那11跟13 有没有在哪里 11跟13可能就是在这里 可以加4 因为11跟13的距离是2 那这个79是制造2的地方 所以你把制造那个difference的位置 一定要想办法全部把它cover住 所以现在假设v等于31的话 它有15个difference 你一定要想办法去造出5个集合 因为一个集合只能够造出3个difference 那你去造5个集合 这5个集合能够把1到15全部用完 那就OK 这样子 那这个听起来好像还蛮容易的 就结束了 可是你要怎么做 我就把这一个写完 然后我们就休息 那这个idea大概就是这样 如果这个刚好是3的倍数的话 是比较好处理 也就是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 那3的倍数的话 你就把1 2 3 4 5 先把它留在这边 OK 所以你全部的difference 都写在黑板上面 这15个 那你的目标是要把它配成3个3个一组 那你要配出来的东西呢 又要满足一个现象 就是说你的这个之间的关系呢 是要刚好符合在你全部的点来看的话 会形成三角形 会形成三角形的意思是什么呢 如果你有三个点在那里 会得到那种difference 那一定要满足的是 这个是一个圆 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三角形 这个是a 这是b 这是c 这样子 那这三个呢一定要有个关系 它们才能够 这三个才能够摆在一起啊 譬如讲你a等于2 b等于3 c等于6 那就不对了啊 因为你2跟3合在一起 这两个距离一定是5啊 不会突然间变成是6 所以你需要把它们配在一起的时候 还要配成这一个c 是等于这两个相加 这是一种选择 偶尔你配在一起 如果你是配这一个这一个 还有配得远一点的 这是bc 如果你配成这样也没关系 那你就a加b加c 就要等于全部啊 这个也可以 譬如讲你13个点 假设是31个点 这三个合在一起 就要是31再可以 所以如果是6啊 这个是 假设是这样 3号 因为这个不会对啦 因为这个23的话 这不是0这样子 所以是c等于a加b or这个 那你可以自己试试看就晓得 你把数字填一下 会形成三角形 就是要 这个加起来要等于全部 或者一个是等于两个相加 OK 好 所以为了这件事情呢 我们就把后面的这个地方 做一些调整 注意观察 这两个差5 我就用这个5来跟他们配 你注意 你注意看 就是上面所画的这个 一些线呢 就是告诉你说 这两个的相减 7-6是等于1 14-12是等于2 11-8等于3 13-9是4 4-2-3-1 你的确可以把后面的这10个数字呢 把它分成5组 然后分别呢 让他们的差为12345 那如果你能够做这个事情的话 你就把它们配在一起 1就配67 7不就等于1加6吗 然后2就配12-14 3就配81 4就配9跟13 5就配10跟15 因此你就可以分出这5组 然后都会形成三角形 然后这5个刚好就是base blocks 所以问题就出现在后面 那边是连续的10个整数 我可以不可以把连续的数 把它两个两个配在一起以后 让他们分别相差就是前面的这些 这样OK吗 那这件事情呢 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主要的内容 那在这里呢 有一点小comments 第一个就是 为什么从7跳到13没有9 那这个结果是已经证明不存在有循环的 那这种 也就是说 Cyclic order的那种construction里面 没有办法造出9 它是唯一的缺点 但是没有关系 9还甚至小的 那除了9之外 其他的都有Cyclic 那这件事情呢 大概在1940年左右 被证明出来 那这个的证明呢 原来可能是20页 然后后来逐渐的一直不断的revised revised以后呢 到后来呢 可能7、8页就把它写完 原因就出在于这个sequence的研究呢 会是一个重点 这种sequence到底存不存在 可以把它分成这样子 譬如我们再举个例子 假设你把它切短一点 如果只有 如果切短一点只有12个 那12个你就是可以这样子 然后你可以不可以把后面的配成四组 他们的差刚好分别是1234 那这个大概不太难 4、3、2、1 那可以吗 那这个idea呢 就被称为是scolem sequence 所以如果你需要知道这方面相关的 你可以用keywords scolem sequence 去搜寻一下 你就会发现很多的结果 那scolem sequence呢 看起来好像应该不太有问题 但是 如果你的长相像这样子的话 一样是除起来都是3的倍数 那你可以不可以把4到9把它分成三组 它的difference分别是1、2、3 那你就会发现再怎么凑都凑不出来 甚至 如果是这一个的话 你也可能有一样 后面有12个数字 你可以不可以把它们分别凑出来 让它的差分别是1到6 那结果呢 这两个的命运是一样的 是没有办法办到 不过scolem呢 当然不会立刻就放弃 scolem他也很聪明 他觉得没有关系 我把这个最后面的改一下就好了 如果属于这种形态的呢 你改一下以后 它的3、2、1就有了 然后另外一个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 那这样子也告诉我们说 其实为什么19 这里10 能够扮演这个角色 那原来就是在整个的circle里面 最后的这两个数 18或19 其实是刚好是两头的关系 一边是18的话 另外一边就是19 所以你可以拿difference 19 也可以拿difference 18 OK 因为我们今天就先介绍到这里 然后星期四 我再把这个circle的construction 把它介绍更仔细一点 好吗 今天我们先大概知道 有这样的construction 那你相信你可以一直往下做都可以 谢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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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